大家好 请坐 十二句 文王问太公曰 先圣之道 可得文乎 周文王 请教江太公 等于是他们之前的 这些 圣王 圣人之道 应该也是圣人了 治理 天下 这也是君道了 可以讲给我听听吗 太公曰 益圣御则仓 益圣御则亡 敬圣 待 则吉 待圣 敬 则灭 故 益圣 这里呢 好像是说是有 疑 应该是当作欲 假如从前文这样顺下来啊 可能是有误了 所以 这个 这个 益圣 欲 则望 待圣 敬 则亡 我们 看这个也是总结的 很精辟 这个道义 胜过 施欲 国家就会 昌盛 施欲 胜过道义 国家就会 衰亡 我们假如从静代来看 道圣和夫先生 他在做每件事都是思考 我有没有为自己的施欲 他都是纯是 为 服务的人 甚至是为 广大 比方说他为什么要出来 拯救 日本航空 因为 日本航空有三万两千多员工 不能就失业了 再来呢 日本航空一岛啊 日本又 一家 航空公司独大了 大家知道独大会怎么样 我说了算 那个价格就很高了 所以 道圣和夫先生 他自己 创立成就的两个五百大 一个是做陶瓷的 这个 现代的 商业界的菩萨 也很值得大家研究 为什么 你们现在的亲戚 从商的多不多啊 现在商业亡国 所以 他的例子 很具说服力 那 他第二家是通讯的 他为什么要做 因为 从明治以来就 一家独大 大家都在使用 通讯 费用非常高 他是为了百姓去做的 你看他这个人 他有一个全球五百大人 你说他缺钱吗 结果 所有的人都劝他 不可能 你一定会被他整垮的 财力这么雄厚 后来他只问 我是不是纯粹的动机 他问了自己很长时间 他就去做了 很快他就 发展起来了 这是 益胜欲则舱 那他日本航空里面 他就思考 三万两千员工 还有 所有坐飞机的人 另外还有第三个角度 日本航空 是国家级的企业 他只要倒了 全国人民 对经济发展的信心 会受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他考虑的 这两句我们在举历史当中 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 有没有哪个同学想到了 同一个人 这两句他都在他身上 成王有衰吗 同一个人身上显示就成败 同一个人身上显示就成败 群世之谣里也有 好像是诗经的话 你不有粗 有很好的开始 显刻有终 你能保持到最后的 也不简单 出发心 成佛有余 对我们来讲 能保持出发心 不容易 所以为什么说要 随视菩提心 你随着遇到的每一件事 你那种道义怨心 要更强 给大家举个例子 一般人 你可能遇到这些事 心情不好 可是你有怨的人 他可能就变成一种动力 这个都是我遇过的小朋友 当时候才五六岁 他们家遭小偷了 一家山口一进门看 一片狼藉 你看他的父亲当下 孩子啊 你看 社会这么乱 有小偷啊 没人教啊 你看你比父亲姻缘都好 从小就开始学了 你看我们责任重大 你看一般觉得真是倒霉啊 心情要坏好几天嘛 这一件事也是发菩提心的因缘 是不是念正法得九度 所以大家转转看啊 你今天觉得心情不好 可以转 可以转成谁是菩提心喔 不要让心情不好停留好几天喔 那这个铁定那几天都不是在正念 都没有菩提心了 你们假如说转不过菩提心的 我们可以讨论喔 我觉得没有事不能转菩提心 因为就是绝迷而已 你看唐玄宗是个例子 而且 这个 唐玄宗 这里虽然都是他一个人 但人 也都会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要互念好自己 你看有人问老儿上出家的事情 老儿上首先你要扎根 再来呢你还是要找一个 有道风学风的环境 还进一步说 要有指导你的人 不然 我们还没 界定还没达到一定功夫 一定受环境影响 所以玄宗为什么有志士啊 他旁边有张九龄 韩修啊 这些助缘的 他后来怎么堕落的 这些人 老了 走了 刚好又遇到 刚好又遇到 冤亲在主 现前 杨贵妃来了 又 你看又 把杨贵妃家里啊 这些人 又拉出来了 杨国宗啊 你看这些 恶缘就来了 所以 这个外妻 甘贞 这也是 朝代败王的 因素之一 那这个 在中篇 第3集 第1集第2集 第1集跟第3是男众 2跟4是女众 所以这个有768个故事 很精彩 那 这里中篇 就提到 这个 韩修呢 他 这个 身性非常正直 做到宰相 守正不阿 那 这个 这里就提到啊 这个唐玄宗 比方说在 在自己的园领里面打猎 或者在那里 大章 在那里 大章旗鼓在奏乐 稍微玩乐一下 就会 问问 左右的人 涵羽宗 涵羽宗 知不知道 结果呢 他一问没多久啊 涵羽宗的皱褶就来了 所以有一次 这个唐玄宗啊 在镜子前面 有点闷闷不乐 结果啊 结果啊 他身边的人就说 哎呀 皇上啊 含羽做宰相啊 没看你一天高兴 啊 你就把他 把他 这个这个 安排的远一点吧 这皇帝说了 哎呀 唐玄宗这个时候啊 挺 挺理智的啊 哎呀我虽然瘦了啊 在镜子前面呢 虽然瘦了 可他肥了天下人呢 哦 他还举了一个人 哦 这萧松啊 都顺我的意思啊 可是 他走了之后啊 哦 就 这个 我呢 心不安 哦 但含 含羽呢 他是据以利争啊 哦 我当时候很难受呢 可是 之后啊 我心很安 哦 所以用含羽啊 是为了国家设计啊 不是为了我这个身体 所以瘦了 瘦了没关系 你看他的意啊 胜欲了 好 而且 这个含羽还是萧松推荐的 因为萧松一看 嗯这个人 啊 看起来 哦 哦 比较柔和 平易静人 但是真用他之后啊 哇 他很刚直 哦 可能 萧松那时候说 哎呀 死算 呵呵呵 之后都 对着我干 呵呵呵 哦 所以当 当时候也是一位名臣 宋景啊 他就说 这个含羽了 是 忍者之勇 你看他还没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哦 哎呀他 他很平易静人 哦 可是当 他是见官啊 哦 当他 处在重要的位置的时候 哦 那他是不畏 这种强权啊 呵呵呵 据理力争的 啊 这个是忍者之勇 哦 所以论语说 啊 忍者必有勇 啊 勇者 不必有仁 不必有仁 是吧 嗯 好 这个是忍者之勇 好 好 所以 住缘也很重要啊 呵呵呵 嗯 所以 我们后面应该也会举到很多例子 唐太宗有很多住缘 哦 其中有一个 他的太太 长孙皇后 呵呵 没有长孙皇后 我看魏真的命要保住啊 也不是这么弱 对 唐太宗有一次也是 气着头上了 把一个 很正直的大臣杀了 后来知道误会了 哇 所以当时候 太宗很 后悔 定了一个规定 任何人犯再大的罪啊 要审三次 才能行刑 叫三臣 定 宴 这个臣语 由来 就是他要防止自己 还可能误会了 在慎怒之下 可能杀了 当时候 当时候 也是唐草很有名的 一个大臣 好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啊 齐桓公也是啊 你看春秋五霸之一哦 亦胜玉则昌啊 后来呢 到了死无葬身之地了 他身体的尸从流出来了 才发现他死了 因为他很有名嘛 管仲要走的时候 他问谁可以做宰相嘛 结果他问了三个人 管仲说 决定不能用嘛 艺牙 树雕 开芳 这个故事你要拉回自己身上哦 这一个故事引以为鉴哦 不能太贪吃哦 不能太贪玩了哦 不然你生命中之 里面的艺啊 太会煮东西了 哦 这个 树雕 他就是 陪皇帝玩了 还有开芳 专门 专门攻为你的 你就晕头了 哦 因为那个开芳 好像是韩国的公子啊 他父母死了 他不回去啊 哦 然后这个 这个 齐桓公 你看他父母死了 他不回去 你看他多爱我啊 呵呵呵 齐桓公 这孝经那句没读懂啊 不爱极经 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了 那下一句题了 所以你看一下 成就 工业 把国家治理好 要道义啊 要恭敬 这个敬慎 因为你恭敬 你就会谨慎 要胜过怠慢 则诸事吉祥 怠慢胜过敬慎 则工业毁灭 那这个 我们 有呼应的句子 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百六十九页 一百九十五句 周公 借伯秦 约 伯秦是他的 儿子 那因为周公要辅政呢 所以 派他的 长子伯秦 到鲁国 去当第一任的国君 大家感受到没有 抓住机会点 他临行前 来给他交代 这种机会点 大家要敏锐 你才能互念好自己 互念好他人 你看结婚前 女方都不熄灯 这个就 这个自己女儿要嫁去自己 有责任 耳提命命 包含女子嫁到婆家 交付出来 交额阴海 都是机会点 都是机会点 所以大家现在脑子里 不能常常冒出来 我还年轻 那这一个念头对你是障碍 你应该想 你应该想 六祖大师二十四岁就开悟了 我还胜几年 我看你们都没有胜了 我已经延迟几年了 我要加油了 何不强见实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温慧还有是吧 算好 你还有多少 十字 要精进 好 况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阿且陀药 无上生妙禅 好 那周公对儿子说了 我是文王之子啊 武王之地 陈王之俗父啊 我于天下 亦不见宜啊 这个见是 指啊 地位卑下 大家有感受到什么没有 周公言语 迁不迁退啊 他已经是皇帝以下 最高的人了 他用的是什么 我不算低见 都是很谦虚的 但是 然呢 我一目三作法 一犯三毒谱 其以待事啊 有恐是天下之贤人 我 然而呢 我是洗头的时候啊 曾经多次 握着尚未梳理的头发 因为怕怠慢 来求见的人 因为我们身体 受之父母嘛 这个佛法留 头发留得很长 要洗啊 洗也要一段时间嘛 但是怕怠慢啊 吃饭的时候啊 这个三呢 是指多的意思啊 所以吃饭的时候 要数次吐出口中食物 起身去接见贤士 做到这样啊 还怕 错过了 天下的贤人 你怠慢了 可能他就走了 哦 哦 好像另外有 这个 管音列传 哦 好像燕子 有一次啊 看到一个 蛮贤德的人 哦 被 被 现在牢狱了 哦 他就把他 赎 赎 赎他的罪嘛 把他带回家里 哦 他回到家呢 可能不够恭敬啊 哎 人家就要 离开了 哦 那燕子就很 很紧张啊 哦 赶快 赶快 赔礼道歉 哦 问是不是自己 哪里做得不妥 哦 好 哦 所以为什么说 事未知己得死 哦 你很尊重他 理解他 哦 哦 啊 他就 就变成 这个 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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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之交了 哦 好像另外又有一个公案 哦 哦 这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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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智通信一开 开始的 哦 那个 哦 哦 被推翻的那个 家族啊 啊 智伯 哦 哎 智伯 对待 当时候的 哎 一下名字记不起来 哦 哦 他不是为智伯报仇吗 哦 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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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预浪啊 在前一个大夫那里 他是 就是很平常 哎 可是呢 到了这个 智伯了 智伯死了之后 他替智伯报仇 以生 回报 生命回报 哦 因为智伯代他 很尊重 哎 哦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其实也没有离开我们现在讲的因果啊 哦 哦 君之士臣如所足啊 则臣士君如复兴啊 啊 君之士臣如全马 则臣士君如国人啊 啊 君之士臣如土 土戒啊 则臣士君如扣仇啊 蛮 扣是强盗啊 仇是敌人 这个仇人啊 哦 所以子之鲁 你到了鲁国啊 圣无以国交人 圣是 啊 千万无论如何 啊 千万不要啊 以国君的身份啊 看不起人 好 所以这个是 净甚带 这国家就能治理好 这极了 哦 那带甚敬 啊 折灭 哦 我们讲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哦 秦始皇 焚书坑儒 你看对读书人这么不尊重啊 哦 那这个 群世道里有 很长一段 哦 叙述到 好像是 秦始皇本纪 里面提到的 哦 因为当时候呢 韩 韩国人呢 韩人 侯申 其人这个鲁 申啊 他们一看秦始皇 哦 这么暴虐啊 哦 奢侈啊 就觉得哎 这个不行了 会出问题了 他们就 逃走了 结果逃走啊 秦始皇很生气啊 就坑儒啊 就觉得这些 读书人 会不会又给我 讲我坏话什么的 就 把几百个 乳生都 活埋了 后来 后来又把侯申抓回来了 抓回来 侯申就对他一番直言嘛 结果直言完了 他说 我现在改还来得及吗 结果他说 你现在也能像 三皇五弟这样就来得及 他就把侯申放了 哦 所以他这个太 太傲慢了 没多久 没多久 这个国家就灭了 哦 包含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 哎 项羽 项羽很多人才都流到刘邦那里去了 为什么 他没有尊重 啊 你看他那个 那个傲慢 临死前 他他在死地里留着那句话 天王我 不是我不会打仗 他还是 傲慢 所以啊 人最可悲的怕什么 一错 错到底了 别人提醒我们 我们也 没承认 没接受啊 那就很可悲了 哦 所以福在受贱 人家愿意提醒我们了 又不怕得罪我们了 这些都 要珍惜啊 好 我们看 这个第十三句 人者在位啊 而人 人来 其实这个都出现感召 人者在朝廷执政 就会感召 人者 前来 异者在朝啊 而异是智 异是在朝廷执政 感召异是前来 好 好 正一部也举了 例子啊 是以 莫子之门 多勇士 好 莫子是强调博爱 奸爱 兼爱非公 感召很多勇士来 孔子之门 多道德 好 好 孔子门徒有三千 都很有德行的 文王之朝啊 多贤良 多贤良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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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文王 文王 埃及 枯 枯 等于他很仁慈啊 有一天经过 看到一些骨骸啊 下令把他很好的安葬 旁边的人说 这个又不是你祖先的 的骨骸 我是一国之君啊 所以 任何百姓的亲人 就是我的亲人 所以很好的埋葬了 所以人民后来知道这个事了 君王对枯骨都能这样尊重 那怎么会 亏待我们百姓 好 这个我们 待会可以 来 学习一下 文王的 这个对待 成子的 封范 因为都是感召人才来嘛 你看 秦王之庭啊 多不祥 秦始皇朝堂 多不善之人 他太 暴虐了 福善恶不空做 祸福不滥生 唯心之所向 智之所行 而异 所以 抱歉 这个 故善者 必由所主而至 恶者 必由所因而来 所以这个 善人道来 一定有 原因的 恶人来也必有缘故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 这个 福善恶不空做 善恶不会凭空发生的 祸福不滥生 祸福不会随便到来 都是 唯心之所向 智之所行 而异矣 佛门说 一切法 从心相生 所以 都是人们 心灵所趋向 和意志 所实行的结果 而已的 这个在了凡视讯里 很多 内容有提到 春秋朱大夫 一人言动 贱人言动 就 谈这个人的后福 甚至于是 这个军队的成败 都很准 因为他那个动作 比方说经过周天子 管辖的地方 很傲慢 都没有行 对天子之礼 比方说下车 没多久 又不耐烦 又跳上车去了 所以看到了 这个交兵必败 所以看到他的心态是骄傲的 可以断他之后 一定有祸 一定会败 好像有一次是秦国的军队 也经过了 被一个大夫一看了 结果秦军那一次大败 好像还 那个秦募公还 在上书里面不是有一段誓词吗 就是他承认自己错误 他军队大败了 也挺难得的 秦募公说是我的错 他没有指责底下的 但是确实是他 这个军队里的人 已经露败机了 那了凡事训 的例子 很能够 说明 这个 我们这一段 善恶不空作 祸福不滥生 为心之所向 只是所行而已 比方举个例子 丁丑在京 与逢开之同处 这是他的老朋友 见其虚己恋容 大便其幼年之喜 他小时候一些不好的习惯都 改过来了 而且当时候还有另外 李济炎 这个朋友 当他的面指出他的问题 质量一有 是面功其非 但见其 平淮顺受 没有回嘴 没有反驳 结果了凡先生 看到了 就告诉彭开之 福有福始 祸有祸先 你要敢来福的时候 都有征兆的 你要敢来赵祸 也会有征兆的 此心果谦 你这颗心果然是真的 很谦虚啊 天必相知 了凡先生说 凶今年绝地已啊 他铁口直断 以而果然 他自己没考上 他说 他对这个 他这个老朋友说 你今年一定会考上 果然考上了 后面好几个例子 你看 照丽丰光源 山东贯献人 童年举鱼香 等于是说很 很小的时候 可能十几岁啊 就考上共生 这些了 举鱼香是不是 考上举人 香氏 但是他酒不地 这个地应该 这个地可能是 好像静氏吧 好 你看他父亲为 家善县的官员 他跟着父亲过来了 他很仰慕这个钱明武先生 他把自己的文章 拿给这个钱先生看 钱先生 哇 改了他好多啊 而这个赵玉峰 都没有一点不欢喜 且不只没有不高兴啊 而且心服口服 赶快改 很接受人家对他的指导 明年睡登地了 所以你看他心一变了 考了那么多年考不上 心真谦虚的 你看他就感召福来了 所以其实五轮关系啊 都是感召福 你看了凡先生说的 有百事之得者 定有百事子孙保之 有十事之得者 定有十事子孙保之啊 诸位同学 我看你们应该是走 在家人的路吧 你们读到这一句 有什么感受没有 这个应祖说啊 这个应祖说啊 求子三要 你看他老人家指导的可仔细的 求子三要你们能记起来吗 你们不会遇到 同学 结婚啊 这个都 很精辟的开示 保身结语 以赔先天 这个你要怀孕啊 这个夫妻身体状况要好啊 那这个孩子先天的体质就好了 敦伦积德 以利伏积 你敦伦积德啊 你感召来很好的子孙啊 百事之得者 定有百事子孙保之 而且要从胎教开始 胎又善教啊 以免水流 不然太容易啊 水波逐流了 好 好 今天 时间到了 好 谢谢大家